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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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们也来了 好的 准备好了吗 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 5 3 2 1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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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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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冰淇淋喜欢你 美丽故事在这里 唱哒哒哒在一起 水果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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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心心又甜蜜 水果冰淇淋最有趣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小怪猪船长说 他想看书 所以我就帮他找了一些 故事书 这些你都可以看 谢谢奶奶 不客气 快点快点快点 马路啊 你跑这么急来做什么 对不起奶奶 我只是想上厕所 快来不及了啦 要上厕所 那赶快去 赶快去啊 下次要上厕所 就赶快去 不要急着跑 跌倒了多危险嘛 知道吗 知道 救命啊 水溪 对不起奶奶 起奇啊 你怎么也跑那么快 做什么啊 来不及来不及了啦 我要上厕所 上厕所赶快去啊 接过接过 快快快 哎呦 怎么会这么急啊 刚才呢 是瓦路急得要去上厕所 现在又换了起奇了 他们在玩什么啊 不知道 嗯 小怪兽船长 那你呢 留在这边看故事书 我呢 去看看他们 那你们呢 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水果 水果 冰淇淋 冰淇淋 加上三声大笑 哈哈哈 冰淇淋 冰淇淋 妙妙狗要出发了 今天要找可以打开的东西 打对了 就能得到一根骨头哦 哇 打开了耶 这个呢 这个可以打开吗 可以打开的衣橱 可以打开的被车 哦哦 这个是不可以打开的哦 最棒的野餐包包 快点来听故事哦 哇 好大的嘴巴哦 可可可 小熊在家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找到七根骨头了 妙妙狗好棒哦 哥哥这里有 一二三 瓦露这边有 一二三四 瓦露赢了 耶 你们在玩什么啊 奶奶 哥哥和瓦露在比赛喝水 我喝了四杯 喜喜喝了三杯 哇 喝这么多啊 怪不得 刚刚啊 还在跑厕所啊 嘿嘿 瓦露 我们再比一次 哎哎哎哎 你别一次喝太多水了 这样不太好哦 啊 那 还可以比赛什么 这样子 我们来玩这个 整节比赛 哦 哦 怎么比啊 很简单啊 我们先选两个地方 一个呢就客厅 一个呢就是 游戏船 哦 你们两个一个选地方去 打扫 十分钟 看谁 整理的最干净 哦 那 我选客厅 我选游戏船 那我选 嗯 奶奶 我呢 嗯 你就做检查员啊 陪我一起来检查他们 打扫的干不干净 瓦露 走吧 嗯 好 耶 那我也要去检查 哎等一下 李玲啊 她她们才刚刚出发去打扫啊 啊 给她们一点时间吗 哦 嗯 那奶奶说故事给我听 哎 好 那说个好听的故事 嗯 故事 机器人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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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机器人来了 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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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个好听的故事 给你抓别人 从前从前 有一只黑羊和一只白羊来到了独木桥上 最后因为或不相让 通通掉进了山谷里 很多羊都听过这个故事 但却不是每只羊都喜欢哦 喜宝是一只很会做面包的羊 每天下午会烤出好多好多的面包 让整个镇上充满了面包的香味 上床睡觉前 喜宝总会望着远处的山头 心里想着 如果住在山那头的白羊们 能够吃到她做的面包 那不知道会有多好 多利是一只很会表演的羊 每天晚上多利都会上场表演 最拿手的蝶罗汉 表演一结束 多利就会看着远处的山头 她会想着 如果山那头的黑羊们 能够看到自己的表演 不知道会有多棒 有一天晚上 一颗特大号的流星 从天上掉了下来 喜宝和多利看到了 急忙来到连接两座山的独木桥边 他们十分小心地往前走 很慢很慢地靠近桥中央 突然一朵大黑云飘了过来 遮住天上的月亮 桥中央的两只羊正好看见了对方 你你你你你怎么是灰的 好奇怪哦 不久之后 乌云散开 月亮再次露出脸蛋 桥上的星星也再度发出光芒 喜宝说 原来你是白羊 多利说 原来你是黑羊 接下来的故事变成这样 有一只黑羊和一只白羊 来到了独木桥上 他们坐在桥中央 一块吃着香喷喷的面包 一块练习怎么长高到天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不好玩 不好玩 偷偷不好玩 怎么办 你有烦恼吗 你需要帮忙吗 飞妈妈有最好的服务 请拿起呼叫器 大声说 咕哩咕哩咕咕咕咕 飞妈妈马上飞到你身边 咕哩咕咕咕咕咕咕 你们在做什么 看很棒的故事 玩好玩的游戏 听很棒的歌 你们说的是什么 水果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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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妈妈爱世界 love 请帮我 我的玩具不好玩 关于玩具不好玩的问题 飞妈妈有三个方法 第一 和别人交坏玩具 第二 把不好玩的玩具变好玩 第三 玩意来想一想 我决定了 我要把玩具留给我们家的新baby 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你 任务完成 需要飞妈妈的帮忙吗 请拿起呼叫器 大声说 咕哩咕咕咕咕 飞妈妈就会立刻出现咯 飞妈妈就会立刻出现咯 水果冰淇淋 我擦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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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做什么 先点茶 不要啦 你等一下再来 先出去啦 先出去啦 快出去啦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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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了 小怪兽团长 什么事啊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看书吗 我要打扫 好 谢谢 看样子啊 这个瓦路还真的很厉害 可是哥哥也很棒啊 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奶奶要不要一起去看 好啊 你先去 等我再来看 好 小心走啊 亮亮来了 亮亮就是要带我去找美人鱼 大海里面没人鱼 我爱你 好可怕 救命啊 救命啊 好可怕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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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的大海贵来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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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休息了吗 嗯 鬼了 又来了 啊 是来救我啊 救命啊 好累哦 一定要这样玩吧 鬼了 鬼了 看我吃掉你 啊 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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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鬼了 哦哦 小海怪被我吓跑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嗯 平哥 啊 啊 鬼了 天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片披萨 还有三只大龙虾 嘎啦嘎啦啦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有书 我刚刚才准理干净的啊 诶 是谁啊 谁在这里啊 嘿嘿嘿 熄完了 清清 你要不要一起看书啊 不要啦 你都弄乱桌子了 我会输给瓦路耶 快点收起来啦 不能看书吗 当然不能啊 你去别的地方看啦 这里要保持干净 好 你就在这边看书 没有人会赶紧走的 谢谢奶奶 不客气啊 这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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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叫我 嗯 那我先去看看小熊咯 好 小熊 奶奶好 小熊好 奶奶 你看这个 哦 我看到什么啊 哦 有小熊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蛋糕印章 这是表示你 哦 你一定吃了一个好吃的蛋糕 对不对 嘿嘿嘿 奶奶真聪明 一看就知道 哦 我知道了 一定你又教了什么新朋友 教你盖印章 对不对 哇 奶奶太棒了 猜对了 一百分 我的新朋友就是 印章老板 印章老板开了一家印章店 他说印章可以帮忙记住很重要的事情 小娃娃刚出生的时候 盖了一个小手小脚的小baby印章 猫先生猫太太结婚的时候 盖了一个我爱你你爱我的甜蜜印章 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时候 别忘了盖个大大的印章 提醒自己来过这里哦 哇 印章老板说的对 这每个印章都帮我们记住很重要的事情哦 奶奶需要印章吗 我可以请印章老板帮你做一个哦 咦 好啊 那就帮我做一个 可以记住我今天跟小熊开心说话的印章 好 我去跟印章老板说哦 奶奶拜拜 小熊再见 再见 再见 哇 小熊今天很开心哦 那我们呢 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 哇哦 飞宝家族好开心 因为滴答兔今天来家里做客 完了很久以后 滴答兔想回家 你不可以回去 哈哈 看我的 来啊 诶 救我啊 飞宝大冒险 滴答兔就与了耶 第一关 彩色园丁 种花种花 要种对五盆花才可以过关 很难啊 哦 滴滴 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 好 先从中间开始 猩猩花 也不错 你看到哪一个适合的 就放到哪里去 厉害 条纹花 抓花的时候可以轻一点 它会痛 这个点点花 然后呢 那花朵会痛 爱心花 好 最后一盆了 怎么 看清楚 两只手好好放下去 耶 过了第一关 快到哥哥来救我 第二关 摇摆天平 小心小心 要找出正确的物品和数量才行 不会叔叔的小朋友不要来 好 考你的算术能力 三个什么东西 要去找三个 一个 三个 两个 哇厉害 三个 按下去 耶 过了第一题 还有第二题 两个什么 两个什么 哦 一个 冰淇淋 两个 冰淇淋 还有呢 两个什么 凤梨 一个 凤梨 两个 答对了第二题 到第三关来救我吧 第三关 整理高手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赶快把东西收拾好 才能过关 嘿嘿 我猜你一定来不及 先看清楚房间里的东西哦 你有整理过房间吗 哎呦 加油 加油 不错哦 看样子真的有帮家里哦 整理过房间 总会用哦 衣服 挂好 嗯 还有呢 再仔细看一看 杯子放好 还有呢 哦 枕头放好 哦 通过彩虹门 你很镇定哦 很勇敢 你就是今天的小勇士 谢谢小朋友 我自由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明天再来玩 很干净 哦 哇 嗯 那那个船长室怎么样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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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有垃圾 也很干净 嗯 哇 瓦路 你好厉害哦 谢谢 哦 好啊 那现在就去看一看起奇负负责的客厅 嗯 哇 这个桌子很干净 嗯 嗯 嗯 以垫 很整齐 哈哈哈 起奇 你也很厉害耶 嗯 没有啦 嗯 嗯 我踩到什么啦 嗯 嗯 啊 啊 那是小贵送船长外季拿走的啦 哦哦 沒有整理好 扣分 哦 又输了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还记得吗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 喜奇和瓦路在比赛喝水 结果两个人呢喝得都跑厕所 我就告诉他们不要比赛喝水 来个整洁比赛吧 于是瓦路就负责打扫游戏船 起奇负责打扫客厅 两个人呢都很认真 只是呢 最后因为一本书没收好 起奇负责咯 奶奶 奶奶 我想一本书 哦 书啊 是不是这一本啊 嗯 嗯 对 真的是这一本吗 嗯 对啊 真的是他的耶 小怪兽船长 他起书了啦 都是你害我输的啦 嗯 是 是我吗 就是你 快跑 不要跑 起奇 不要用跑的 小心啊 危险啊 哎呦 真是的 好了 我们现在要跟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 帮忙啊 打扫家里面的朋友 说什么呢 拜拜 拜拜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 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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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不是 对 弹心 会 适应